弟兄姐妹 我们在听道时 常听见叫我们要反思的劝勉 不知道各位在自己日常繁忙的生活中 有否常停下脚步来反思呢 最近上帝一直叫我因反思 而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所以今天我也想和大家分享 反思的重要性 我们一起来看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忠道 以上的经文都讲到我们需要反思 各位 我们要在忙乱的生活中停下来反思 必定先要发现为何要反思的理由 第一 唯有时常反思 我们才能将所听见的道 常连与我们的生活现场 没有反思的相反 就是忘记 而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 因此 属灵的道理是属灵的道理 生活是生活 完全脱节 不能看见现实里的属灵缘由 也无法发现属灵里的实际 另外 没有反思 就会直接按人事物 按自己的血气而反映 而很容易因情况和人的话而跌倒 其实 人若不反思 一遇到不好的事实 便很容易就责怪人 误解人和受伤 只看到别人的问题 却没发现自己也该反省 或是负责任的地方 当然 有时人真的太过分 或是人的确伤害我们 或是环境确实不如意 但原来我们安静下来 思想时 圣灵会帮助我们 看得比较全面 不单以自己主观的判断 来解释事物 比如 有时在牧养人的时候 我偶尔也会难过 为什么人不能因 我所讲的道 或所给的辅导 而灵里 醒过来 但经过反思 便会了解 人不能蒙恩 不一定是他们软弱 不追求 也可能是我自己祷告不够 所以 没有办法 祝福到他们 而有时 人好像 没有那么看重我们 却又重视 其他人时 我们当然会觉得 心里不舒服 不过 反思后 圣灵会赐给我们 一颗谦卑的心 能够接受 我们本来就没什么了不起 人就算不那么看重我们 也是应该的 其实 反思就是一种谦卑 但是 在这里 我也要澄清 反思而得的自知之明 与受控控告 是不同的 控告只会叫人 越来越泄气 而无力前进 但唯有反思 才会带来前进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例子 若我只有因人 不能借着我讲得到蒙恩 而受控告 我就会一次比一次的 更没有信心 讲道 但是 若是正确的反思 便会看到自己的盲点 或是我需要靠主 进步的地方 也会确认到 原来神必然会帮助我 因而得着继续更新的力量 没有反思的人 是不能把自己 看得合乎忠道的 不是太自卑 就是太过自意 自以为好 没有反思的人 是不能有确定的心的 即使耶稣 住在他们心里 若没有反思 试验确认的话 也得不到确据的 所以 保罗才叫信徒们 要时常醒察 那我们要反思什么呢 约书雅记一章八节说道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奏业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节 若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真言十五章第五节 愚望人藐视父亲的管教 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 当然 我们可以反思的内容很多 但今天 我们专注于这三段经文 所劝勉我们反思的 第一就是 我们要时常反思 神的事实 因那事实是带动 整个世界 和我们今日的生活的 其实 无论我们有否反思 神的事实是继续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运作的 有反思神的事实 才能明白发生在这世界里 我们的现场生活里一切的美意 才能知道怎样顺从主 跟从祂的旨意而行 以至看见我们的道路亨通 第二 我们要反思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从爱出发吗 若我们甚至充满属灵的追求 却对神对人 没有纯正的爱 那也不能讨神喜悦 唯有爱 比信心和盼望 更能长存 唯有爱 能带来人生命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正直的反思 神爱我们的事实 并且警察自己是否也以爱出发 第三 特别当我们受到圣灵 或是人的一些责备时 我们要反思其缘由和内容 虽然人都不喜欢经历管教 或是听责备的话 但是若神许可我们经过这些 我们更是要谦卑反思 即使是人的话 也要以是神许可那人这样责备我们的心来领受 当然 不是每一个人的话都是合神心意 但是 起码我们要按神的事实 和圣灵的感动来反思 分辨 而不是完全不理会 而比别人的话更重要的 尤其是当圣灵管教我们时 我们更是要深思 上帝是爱我们的 绝对不会无故地叫我们经过不如意的事 或是给我们属灵良心的谴责 所以 若我们得到灵理的责备 更要找出神要我们更新的地方 这就是智慧人了 弟兄姐妹 我们若在反思的事上成功 真是有福的 这也会叫我们越来越有喜乐 因不容易因人事受伤 乃时常能被神的事实保护 从神的话语得着力量 在生活中能用出来 愿上帝把反思的心 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